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业余有所谓 并极乱头一眼 现在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人人都有病 不但生理上有病 心理上的病更严重 科学技术的发达 带给我们的副作用 实在是难以想象 这个地球可以说是 普遍的充满了严重的病毒 过去 黎宾南老居士常说 我们每天的生活 就如经上所说的 饮苦舌度 活在这个世界 还有什么意思 我们想的 这是果报 过去今生 造作一切不善意的果报 可是世间大多数的人 不知道这个果报 他也不相信 他也不相信这是果报 他也不相信这是果报 这个叶越糟越重 这个叶越糟越重 几时才能够救 几时才能够回头 难了 祝福菩萨出现在世界 就是为这种事情而来的 佛菩萨有慈悲心帮助 可是我们不能跟佛菩萨配合 不能跟他协调 不能跟他协调 所以佛菩萨重有悲心 很难收到显著的效果 像佛经上所说的 大多数只能种原因 也就是说 给你阿赖耶诗种一点善根 九云戒之后才能受到效果 这一生能成就的少之又少啊 那是经上讲的 过去僧中所修集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 这一生才能成就 这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 缺少一个 这一生都不能成就 我们这一生都不能成熟 我们这一帮人 因缘没有问题 具足的 问题是我们的善根福德不够 善根福德不够 善根是什么呢 是性戒 福德是行政 所以我们用语言 我们用语言问到佛法 性戒行政都不具足 所以我们用语言 所以只能重语言 不能受尽消 世尊当年在世 我们冷静的思维 我们冷静的思维 上一代的老人唱书 一代不如一代啊 我们年轻的时候听到这个话 不以为然 我们总以为 后一代一定超过前一代 确实 在科学技术 在物质文明 我们超过前人太多了 为什么还说一代不如一代 从道德上来讲 从伦理上来讲 那真的 是一代的 的确实 一代不如一代 那么由此可止 古时候人心地醇厚啊 外面诱惑的力量很少 很不弱 看不到啊 如果古人来参观参观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到现在都市里去观光旅游一趟 大家想想 他有什么感想 他一定说 我到妖魔鬼怪那里去走了一趟 这个社会是妖魔鬼怪的社会 不是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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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讲冷场道德的 组传上讲 人气场则妖心 这句话怎么说 人如果放弃了冷场 这句话 伦理 是夫妇 父子 兄弟 朋友 君臣 现在不讲这个 父不父 子不子 前天父局是告诉我 他知道有一个人 在新加坡 有不少的财富 死了 儿子继承财产了 跟他爸爸讲 为什么不把母亲带去 人里没有了 他只要财产 不要父母 父亲走了 母亲最好也带去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 父不父子不子 君不君臣不臣 道义完全没有了 五常 就是我们佛华教的五界 做人的根本啊 仁义理智性 现在都没有了 不说了 轮场射掉了 没有了 我们现在这些人呢 都变成妖魔鬼怪了 妖魔鬼怪跟人的差别 样子没有两样 样子是一样的 观念不一样 行为不一样 行为不一样 所以说 这个一代真的不如一代 你看佛讲的法音 正法 相法 末法 相法就不如正法 末法就不如相法 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 末法九千年 末法一万年呢 现在已经过去一千年了 我们从过去一千年当中观察 说老实话 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啊 现在 宏法立身 现在 宏法立身 多么艰苦啊 卸助你的人少啊 帮道忙的人多啊 实实在在不容易 在这个时代做弘法立身的工作 我们所遭遇到的困苦艰难 比古人要增加很多倍 我们要有这个认知 要了解四世真相 为什么呢 遭遇这些苦难呢 才不至于退性呢 我跟李老师这一代 现在 差别就很大 老师常常跟我们讲啊 我们求法是磕头作义啊 求来的 我们将来想把佛法送给别人 就不能让人家磕头作义来向我求了 做不到了 他不要啊 我们要磕头作义去送给他 他还未必肯受 这都是事实 所以我们今天处处要迁就众生 要随顺众生 我们要能承受啊 要有智慧 要有慈悲 要有善巧方便 这些能力 这些能力 华言跟无量寿经呢 可以说都具足了 要认真学习 要认真学习 今天 诸位在外面 把佛法介绍给别人 讲经说法 不要说多 不要说多 不要说砸 说多了 说砸了 纵然去理不去基 讲什么呢 学摩腾做法来 你看看他们两位 善知识 最初到中国来 怎样把佛法介绍给中国人 这值得我们参考 值得我们学习 他给我们讲经说法 是在经典里面取一段 而这一段呢 很适合这个社会 很适合这辈的人情 风俗习惯 人家一听很舒服 欢喜接受 不至于其反感 不至于排斥 所以我们为人家介绍佛法 从哪里去呢 从无量寿经上去 范围再扩大呢 尽头无尽 这个号非常奇迹 特别是无量寿经 下连句说 这一部经呢 能度末发往后九千年的众生 这个话讲得有道理 这一部经呢 最齐合一切众生的更新 而且字字句句都是圆满法轮 我们要懂得 我们要懂得 自己学要广学得稳 对待别人 要厚集佛法 才能受到效果 随红法立身 你也能掌握到原则 摩满法轮 摩满法轮 最初翻译的四十二章经 四十二章经 不是佛说的 佛没有说过什么四十二章经 四十二段 每一段都是从大小城经历论里面 揭露出来的 换一句话说 佛经的精华 佛经的接药 这个方式 刚刚到中国来 就切记 就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特别是在初学的环境里头 没有佛法的地方 我们怎样介绍 现在在这没有接触佛法的人 我们对他介绍 用认识佛教 已经接触佛法的人 我们就在五经里面悬断 像唱戏一样 精彩片段 最受欢迎 等他产生兴趣了 再介绍他 成套的 整部的 才介绍给他 如果你初学的人 你开始一介绍这么多 他想到 我这分量太多了 我学不了 所以必须要从精彩片段里面 花眼镜上也可以去 那个内容太丰富了 看看他当前缺乏什么 我们就讲什么 看看他现前有些什么毛病 针对毛病 下药 对症下药 现在人的重病 贪嗔痴慢 自私自利 比古时候 超过百倍千倍都不止 古人吃饭会想到还有很多没饭吃的人 古人穿衣也会想到还有很多人没有衣服穿 现在谁想到 门口洞死后该 落死后该 他无动于衷 所以这不是人 这个是魔 我们自己学习以及帮助别人 都要知道我自己有些什么毛病 毛病很多 哪一个毛病最重 重点先知 那个亲的慢慢再来 不是亲的不知也要知 那个重的是要送命的 先救命要紧 然后慢慢再治病 这个里头有个关心心理 你们很多人 我听说吃了这个医生的药 感觉到很有效果 我吃了没效 你有效果 我相信 效果怎么产生的 信息 你对这个医生有信心 你对这个医生有信心 效果产生 我对这个医生没有信心 再好的药到我这里来不起作用 然后你就明白了啊 佛讲的没错 尽随心转 我们对佛有信心 我们就能做佛 那佛发动非常有受用 对佛没有信心 就跟吃药不灵一样 所以我过去曾经讲过 病人跟医生要有缘 没有缘 再高明的医生治不好你的病 什么缘呢 护心 彼此双方建立信心 最重要了 病怎么好的呢 百分之九十五信心 那个药物怎么调养呢 只占百分之五万元 道理在此地 说实实在在化了 修佛是开智慧的 只有通佛法才能一切事理都通他 事出事出事发了 都从信心上建立了 佛发讲 性为也道云功德母 那个道是通事出事件 这个道的意思是无尽的声光 并不是单单只修佛 佛道那里就错了 你这个意思太自小 太偏下了 它是广义 这道理 试出事件 所有一切法都不违背这个原则 信心重要 没有信心,什么都不能成就 有信心,威信的善事,得圆满的功德 得称信的功德 所以才说,行为道运,功德木 张扬一切,诸善根 信心,怎么能够建立 当然第一个是善根 包括缘分 过去生中跟善友戒得有缘 这一生当中遇到,一接触就欢喜 一接触,对他就相信 这是过去世的善根、佛德、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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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那个云会变化的 信心会退传,会消失的 信心会退传,会消失的 那什么原因呢? 理解不够透彻 信了之后要解 要求解 解能够帮助你的信 所以我们一般学佛的是 先这个信是迷信 根本不知道就相信是迷信 然后理解,理解是真信 结了之后要做 一定要落实 一定要实际 把你的解 变成你的生活行为 那个时候的信叫真信 证明了 我做到了 这个信心不是从解上去的 是从我生活行为里都证实的 是真意性的 这样你才能得到佛法的受用 得佛法的受用 也就是说 你得到生活上的美满 那就叫正果 正果 正果就是我们得到美满的生活 佛法里面常讲的 离世无碍 世世无碍 自在如意的生活 那就叫正果 但是你要没有通过信 结 信 结 行 这个圆满的生活 你得不到 必须通过信 结 行 你才会得到 正就是得到 你所得到的是 跟佛菩萨的生活没有两样 那么你就是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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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讯息 我们才能够转积 今天我们 结 不能透彻 行 不能做到 好 原因在哪里 是佛菩萨 熏悉的力量太薄弱 烦恼稀气太重 烦恼稀气太重 烦恼稀气的讯息 怎么能离得过 所以这只是重原因的 不能受尽效 道理在此 如果在这一身成就 我们要加强 一天对佛法的讯息 决定要超过八小时 才会产生力量 你才会回头 你没有真正八小时的讯息 你回不了头来 虽然修佛 还是搞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里面 来生能在的人生 就算很不错了 就很难得了 怕的是来生人生都得不到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 天哪 好 天哪 好 天哪 太重了